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片宣称,欢迎来到宣称解说 那今天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全玩97的爽快局 有一批战神,对身两批玉面小飞龙 我们知道玉面小飞龙真的是一手金家攀耍的是有模有样 让你是文风丧胆 真的,把你关在板边或者是抓到一个机会你就完了 这位兄弟非常不凑巧的进到了板边 小飞龙这边一顿操作猛如虎,对方出来了 虎落平阳,不能这么讲 不然一批要打我 走,一 跳过来,压到板边 他这个金家攀真的是把距离感发挥到了极致 割到一个身位,然后起跳 或者是当你落地的时候,他马上跳A,则你起身左右 这个很难判断 刚才这个霸神有点惨啊 看一下猪哥,完了猪哥,哇,三个下臂,接个下A,接个飞沙城 好,刚才是一个过头顶的飞翔角,飞翔角踩头 你真的不知道是正向还是立下 那边又是一个跳低 抓到机会啊 好,后撤,马上以后前C,后前D 猪哥自己碰上来,你怪谁打晕了,再见 哇 什么鬼 猪哥 惨叫一声 倒在当地 不过要打这个神乐的话,确实很难了 血量太低 对方队都要队死你 三颗气的金家攀 啊,再几个气也没办法,这个神仙也救不了 啊,刚才是一个生龙 莫名其妙就飞翔斩了 他想搏对方的注词吗 有点像 不太敢确定 啊,看一下金 啊,我最喜欢看他金家攀 金的话一斑斑 啊,但是三个人都非常的非主流 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所以说现在平台上面 我最看好的两位非主流选手啊 一个是小飞龙,一个是克总 各有各的特点 克总的克拉克真的是飞杀走泥巴 再见吧 再见兄弟 啊,要打这个神乐 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他在97里面确实太强 而且对方基本上没有怎么出招 好,原来起跳 过来,压到旁边 对方真身 走,小身后 这边XXC 好,绕紧一周 重新再来 哎,难道要被反三吗 这把 这个被反三就好笑了 差一点差一点 好,那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 那依旧是金家潘排头阵 这边是八神 感觉他没有找到对付金家潘的对策 完全没有对策 然后这边一个相杀 完了 跳身后啊 这个 跳到11点钟位置 然后马上一个 后手的飞翔角 很难防 打晕了 哦,什么鬼 一个C接 一个飞翔斩 也是一高神胆大 一般不会这么打的 就是秀啊 秀 看一下诸葛 诸葛来了 完了 又是这招 三分之一血没了 哦,什么鬼 要打晕了吗 要打晕了 看样子 原地起跳 原地起跳 偷下盘 直接CD 又是这招 哇,故技重拾 一招先逼到角落 感觉一批完全不会打 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金家潘 他真的很秀啊 真的很秀 每个游戏都有这种玩的秀的 并不是说你秀起来就一定打不过 不是说只能秀打不赢 也不是 看一下这把 形势非常的不利啊 能不能抓个机会打个必杀 这边还有暴气 哎,哎 完了 兄弟 记得 不要起来 那对方有气 还有两个气的尖叫盘 啊,又是要剥对方的主刺 这不科学 好,两斤 这边一窗一窗的过来 对方没有气啊 三颗气的金不知道怎么输了 连cd都要钢死你 原地起跳 卡住了对方的这个角度 好的,大家喜欢全能解说 今天点不关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